鴻海線的股價叫做正常 天啊 它就是跟著直肩跑 這很多人都說 他只是通膨了 對啊 大家都說 老師那個鴻海股價好高喔 200塊 我說它只是正常而已 它根本沒漲啊 老師特別把鴻海跟廣達拿出來比 其實這兩檔 目前我覺得呢 鴻海特別有空間 你覺得這10檔都放在 你感覺上是什麼樣子 是打包最強的 都在我口袋裡 誰漲我都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芝杰 隨著呢 大盤現在進入高檔 想要找到高殖利率的股票 是越來越難了 而且呢 如果還要兼顧成長性的話 更是難上加難 到底有沒有這麼好的股票呢 另外呢 隨著5月份 這個景氣燈號 已經來到了黃紅燈 現在是不是已經接近了 我們應該要賣出持股 等待下一輪的機會再上車呢 真的這些問題 今天邀請到的是 正能量財經作家 陳詩惠 詩惠姐 詩惠姐好 嗨 字傑 哈囉 大家好 那今天呢 要來請教的是一個狀況題 也是我自己很好奇的 就是有小資族說 他現在已經有了基本款的 0050的存股了 但是呢 他又想要再 擠出每個月1萬塊 再來存第二檔股票 所以呢 他就很好奇 這個第二檔的存股 到底該選誰才好 那另外呢 他其實是 因為他覺得 已經有試著行了嘛 所以不想再投試著行 想要往高股息來做 本來想要選的是00878啦 可是覺得呢 台灣的科技股又比較好 想要買這種純的科技股 我也是很有感覺 最近也很想要買這種純的 科技股的ETF 所以想要來問施惠姐喔 妳會怎麼建議 這樣自己就問對了 因為我在那個 電子業也20多年 然後一直做銷售 是在前端 所以對電子業是特別的熟 那我自己的存股啊 或者是我自己的破斷操作 跟我的ETF 也都是選以科技股為主的喔 而這兩三年啊 我的ETF也都是選科技型的 那今天呢 我覺得這個科技型的 好的原因是因為 最近人來風 還人去來台灣啊 大街小巷擠了滿滿的人 而黃仁勳他最近呢 又提出了一個 很好很好的教授喔 這個 徽達在望十年 哇 這個很 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耶 那很多人都想要趕上 這個黃金十年吧 而且字姐妳最近有沒有發覺到 網路有一個故事超紅啊 紅到不行是徽達的工程師 你有看到嗎 他說 他說自己過得很奢華 對啊 那這個工程師他的故事呢 是怎麼 他說他在2022年的時候 他剛開始進徽達的時候 其實我有看徽達很久 因為我有買美股嘛 那徽達可能那時候 股價可能100多 你看Google那時候都還沒分割 Google那時候可能都2000多 所以說他剛進徽達的時候 他是很低調的 很安靜的 後來呢 他說他一年的薪水大概220萬美金 20萬美金大概就是600萬台幣嘛 已經很高了耶 沒有沒有 可是你美國的話 他們扣稅扣很多 扣很兇 他們稅大概可能有40% 30-40% 可是他可能他的薪水可能跟這邊的這個 竹科的工程師是差不多的薪水 如果扣下來的話 那他說他本來很低調的生活 可是呢 最近徽達股價一直漲 他說 他到明年就可以領到 160萬美金的徽達 欸 這樣是多少啊 160萬美金 160萬乘以這個 32嘛 哇 有五六千萬耶 天啊 突然發財 說他突然送珍珠給他女朋友了 然後他說他也敢去住一個月那個 套房有沒有 去付了一個80萬美金的 他買一個房子 200萬美金的房子 然後他說他給爸爸媽媽的 孝心費超高的 他說他人生就死不痛了 那我就想說 可能我也很想 很多人應該想跟他一樣吧 對啊 好想要 聽說他們的工程師年薪 好像平均是700萬的樣子 對 其實因為他們都有配股票 所以感覺到年薪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選一檔 希望我們也可以跟這個工程師一樣 對啊 所以這種第二檔的這種ETF 要怎麼選 所以以思惠姐來講 你覺得應該是科技股囉 對 我自己經驗 其實我也買過00878 或者是像00919 跟00929 但是我覺得 我們想要一個 如果我要跟這個工程師一樣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那邊匯答工作 可是我們可以讓我們一塊錢變四塊錢 怎麼做呢 我是這麼做的 大家也可以來學學看 竟然那個資姐給我正能量的理財專家 我一定要把這個正能量帶出來給大家 對啊 所以第一點呢 我會去買這個像00929這種月配ETF 那今天會買00929的時候呢 會覺得說 第一個它真的是都科技股 你看它的科技股有哪些 我來唸給你看 看這個是不是大家喜歡的 聯發科 哇 現在股價啊 1400多了 聯勇是全世界最大的驅東IC設計廠 今天如果面板股好啊 它的驅東IC一定會很好 因為你看人家所有的電視 還有你那個車用電子裡面的面板 都是聯勇的驅東IC 還有日月光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封測廠 像台積電 聯電 他們的那個WAFER 完了之後IC封測都在日月光 COWAS它也吃得到 吃得到 因為台積電它的COWAS在 這姐好棒喔 嘉義台南也是 還有聯電 如果你車用電子的那個 就是它不是 它是比較成熟製程的 聯電算是世界第一名 而且我覺得聯電很棒耶 它殖利率都有5到7% 是殖利率優等升 我覺得它應該是所有電子類股 殖利率最高的 比那個聯發科還高 對 它是算第一名 大聯大都是那種IC 很好的那個Disputor 還有金圓也是封測 歷程也很棒 歷程它就是很大的封測廠 是全世界最大的記憶體的 IC的封測廠 所以它前面這10檔真的是 滿滿的牛肉 所以00929它未來呢 你可以知道說 它是有可期的 而且它這裡面有 黃年遜概念股 也是滿多的 對 所以一直覺得說 00929 其實它是在2023年6月收開始 我是10月買的 那時候買的話 一檔是17.6 現在一檔我來看看 我到截止 它現在已經20.88了 而且它一個月從11000 我一次買100張 如果大家想要 因為你錢拿去一次 很多人說 你房子到底是 要不要一次把房貸付清 千萬不要不要 那是老人家的觀念 你把他付清房貸 那比錢先拿去買00929 那你買00929之後 它就配給你 如果100張的話也才 目前如果是 20.88的話大概是200萬 它每個月可以配給你2萬 那2萬再拿去還房貸 是不是1塊錢當4塊錢用 那如果你買個200張的00929 你一個月就有4萬了 那你只要花400萬 每個月有4萬 那大家知道嗎 你知道4萬可以繳多少的房貸 你可以借多少房貸嗎 你大概可以借1200萬左右的房貸 1000萬到1200萬左右的房貸 那你是不是覺得 每個月你的4萬塊錢 拿去繳1000萬的房貸 然後呢 你房子20年之後 好像變不用錢的 那我們不就跟那個工程師一樣 工程師說他拿那個20萬美金 去買一個漂亮的套房 那我們也有讓那個00929 幫我們付我們的房子的房貸 讓我們人生就快樂 那類似說他的股價也是有支撐的 而且此外喔 你除了拿00929的ETF4萬去繳房貸之外 他的那個股價也會漲 你看嘛 我以前去年10月的時候買是17.6 現在是20.88 也許他會跟0056一樣 0056現在41 42塊 可是0056的發行價是25塊 他現在41 42也許呢 00929也會跟他一樣喔 你看喔他長線的話 是股價持續往上 所以我們就兩個錢 一個錢是拿00929的ETF呢 每個月4萬去繳房貸 另外是00929 我們本身就一直在買了嘛 他的資產也會增加 所以我們退休就沒問題了 這是你精選很多的ETF以後 得到的結論嗎 我覺得對 因為ETF要叫有腦存ETF 因為很多人說無腦存ETF 那我覺得有腦其實 多了那個腦袋呢 就是像你看四位老師 每一次都做一個Excel表 把ETF的績效跟鼓勵股息拿出來 我們就去選那個績效加鼓勵股息 最高的 像我現在也是存00878 00878是在三年之前出來 可是後來發現00878的那個 殖利率大概是8% 如果今天如果要繳房貸的話 可能要多買一點00878才可以 可是如果一樣的錢 我拿去換去買00999 因為他的殖利率自己有寫11.5% 因為他從11000 1萬3 一個月到2萬塊給我 我就發覺到 我就把00878給他換過來了 換到00929 那我覺得在去年 其實00934跟00936是在去年 11月的時候上市過 那00936的話 他其實呢 也有說他上個月配0.25% 我有去試了 就是我們一定要嘗試過很多 可是因為齁 這一檔很厲害 00936他在一個月之內 人數跟基金規模多了183% 因為他配個0.25% 而殖利率有16%代表什麼 我買130我一個月配2萬5 所以我就想說要配2萬5 那更好啊 那我每個月就有4萬5了 就跑去配 可是因為呢 他因為講0.25% 16%殖利率導致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溢價太多 6.8% 所以最近一直在回到禁止溢價 所以大家 因為他是月配嘛 7月份又要配 大家可以來看看 他7月份到底要配多少 因為他配的其實也很厲害 從0.11% 0.13% 到直接跳兩倍0.25% 但是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有辦法配16% 因為其實像00929 93493 每一檔那個ETF 都有基金超盤手 他們會去買賣股票 會有資本利的就是賺價差 那像如果你是配像 6% 7%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把 這些公司的股力股息 拿出來直接配 並沒有把你賺到的價差呢 基金經紀人賺到的價差 配給這些投資人 可是像其實00929 今天他可以配到11.5% 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拿 這個基金經紀人 如果很會操作股票 賺的價差 都有掏一些錢出來放在裡面 但是00936呢 他放的特別多 因為你可以配到16% 表示說這個基金超盤手 他其實蠻會買賣股票的 可是這個賺錢是一時的 很多人會擔心說 你拿資本利的出來配 你拿出來配會導致什麼 配給大家 那你股價要往上漲的空間 就比較薄弱了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00936 好像最近就是在那邊停滯不前 那是因為他把錢拿出來配給我們 那此外呢 我覺得大家比較關心是00940 00940這個要配股配息 7月份要來配 然後他說配這個0.05 殖利率大概6% 那大家就是有一點擔心 那我覺得00940其實呢 我買它是在那個9點 就破發的時候 那是有來上那個字節節目有講 9.6的時候買 然後他現在呢 也來到了10.17 可能今天到10.2 那其實也獲利 你看買100張也是獲利好幾萬 但是呢7 8萬 但重點來講 他今年就是配0 他一股配0.05元嘛 所以大家好像有一點覺得 你好像不怎麼樣 那我覺得有一檔很推薦 是群域的那個00946 他其實是 也是這個 跟0094一樣 都是10塊錢 而且00946比較特別的是 欸 字節你有買00919嗎 沒有耶 他說是00919的親妹妹 什麼叫親妹妹 就00919是既配嘛 那因為我買00919 他也是殖利率很好 也是10% 然後親妹妹就是把它變成月配 然後這一檔的話呢 他其實是在5月9號發行的 就是在一個半月之前發行 但他價格現在是10.73 就是他沒有破發 那他大概漲了這個7.3倍 他也是預計7月份出席 而且這一檔是完全的 00919是科技股 這一檔是完全的科技股 你看有這個林勇 鴻海 立成 世界先進 半導體都很多 所以這一檔大家其實可以試試看 他7月的配息聽說也配很大 有9% 10% 至少有9% 那大家可以等等看 那有一點呢我想要告訴大家說 他今年配息呢 他的殖利率來看的話呢 還有一點就是受益人數的增加 我在想呢 我這裡有特別幫大家列出一行 就是說本月受益人數增加 我覺得你要看一檔ETF好不好 還有他有沒有每個月受益人數增加很多 增加越多表示什麼 越多人想買 那這邊我可以看到至少00929 他在6月份的時候 還有增加6.15% 那00936會增加180.83%這麼多 雙倍的話主要是因為他配16%的殖利率 所以除了這個來看的話 我覺得一個的00946 是5月9號出來 號稱00919的妹妹 增加43.778 是增加第二高的 所以呢比較有推薦的是 00929跟00916這兩檔 增加人數真的很多 但是我覺得剛剛你這張表 分析下來聽起來都很好 對 你為什麼覺得最後還是選00929呢 因為他有歷史悠久 至少他有一年讓我看到說 你知道這一年發生驚風駭浪很多 但他受得起考驗 你看他雖然 而且我覺得他很好是 他在2023年6月的時候 他就是月月配 他7月立刻配給你 而他真的履行他的承諾 從7月份配到現在 配了12個月配了1.65元了 哇他配這麼多 而且他真的殖利率就是控在10% 這個一年的考驗就像 我們愛情的見證嘛 今天我們愛情見證也一年 至少我證明你不是個渣男 你是一個會賺錢拿回家的好老公 對 所以其實這些 這些新的新戀情也可能有機會啦 但是還要觀察 那可是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台股 現在已經2萬多點了 大概一個高漲的水位 甚至都2萬3了 在這個水位已經很難找到 這種高殖利率的股票囉 而且還要兼顧成長 真的找得到這種股票嗎 老師特別把鴻海跟廣達 拿出來比比 其實這兩檔 目前我覺得呢 紅海特別有空間 那廣達也會再往上漲 目前我們講 我最推的可能就是廣達跟紅海 因為他們有全世界最大的工材 你看廣達是最近那個AIPC要來了 換機槽啊 PC跟全部都要換上AI 而紅海的利多超多的 廣達除了有AIPC跟伺服器 紅海有三大利多 第一個我們不用說了 就是他幫揮達 他有做伺服器還有switch 所以他最近股價真的是搶搶棍 第二個我覺得AI手機 Apple 今天Apple如果推出了AI手機 那全世界都會有AI手機了 所以紅海有這第二個 第三個是他的電動車 紅海他有成立一個電動車公司 他現在也即將出貨出到日本 MH聯盟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紅海超有價值的 他把電動車當作PC 當作他的智慧工廠來做 所以這兩家我真的覺得很棒喔 好 所以你覺得說 在這個時機點 我們想要找的那種高值利率 又兼顧成長的股票 本來以為是可能去找一些 小股票裡面找機會 但是反而是這種兩大全值股 就是我們符合我們的 送給字姐 給字姐看 今天一定要帶禮物來 他們剛才有講到本益比 台股到2萬3萬 台灣的平均本益比 大概是23到26之間喔 可是你來看 我給字姐看一下 你覺得 紅海的本益比現在才多少呢 18.9 18.9耶 來我要算 18.9怎麼來了呢 好 以紅海的股價我們來看 我們是說我們要拿那個 一家公司的本益比拿5年來看喔 紅海過去的本益比真的只有10耶 他接下來變成20 那最近呢股價上上起伏 為什麼會變18.9 因為他賺錢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紅海呢他的這個 2023年的EPS是10.25 而廣達是10.29 你知道這兩家股價差多少嗎 廣達跟紅海你覺得差多少 你說當初 廣達在漲的時候紅海都沒有漲 對 所以呢廣達去年EPS是10.29 紅海是10.25 而廣達股價300多 紅海就200出而已 廣達是300出 兩個差100塊 你覺得紅海冤不冤啊 喔 好 海公公很冤枉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他看大家表演啊 對啊 所以現在紅海的時代 其實200塊才剛剛來 自己覺得 但是投資有風險喔 大家還是要多觀察喔 那以股力來講的話 廣達他去年發給今年股力是9塊 而紅海5.4 紅海少發了也還好 現在上市的人 你知道股 那個股力少發一點 那個股息少發一點 對後來投資人好 股價比較有漲的空間嘛 那再來就是說 2024年很重要 人家說買股票是買未來性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2024年這兩家的股票 他們的獲利大概會有多少喔 那以廣達來看呢 他今年預計喔 獲利接近13塊錢喔 那紅海呢 他11塊多也接近12塊 所以可能兩家的EPS會差1塊多 但是現在的股價呢 目前是差了100塊錢 所以呢 紅海的本益比呢 我們就用那個股價212 除以他今年的EPS 11.2的話呢 他的本益比才18.9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廣達喔 如果以他這個股價呢 現在股價是303 然後EPS是12.94來出的話呢 本益比是23.4 感覺廣達 紅海好像比廣達多那麼一點空間喔 如果離25的話 好像紅海還有離7的感覺 所以是可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看 他是未來的成長性 再來反推願意給幾倍的本益比嗎 對 那你覺得未來的成長性呢 對啊 未來我們來看紅海好了 我們就有平均本益比25 而他未來如果是11.2的話 他股價到250 270都不是問題耶 所以他未來的成長性會比較高高多了 喔 就是 就是未來營收成長性也不錯嗎 因為呢 iPhone16聽說他的手機 會多1000萬隻的下單量耶 以前可能都大概是這個6000多隻 今年可能會有7000多隻 在頭一次的下單量 那回到剛剛就是我們發問的 這個網友來講好了 他想要買的是純科技的ETF 那其實純科技的ETF 最近有很多檔都很厲害耶 喔 這個拜託姐來幫我們評比一下 我真的還先感謝智姐 他這個ETF是智姐去撈出來了 但是他撈的這五檔 我選了一檔最棒 因為我自己有投美股 我覺得這檔叫做FEND 00757的最夯的統一FEND 而且他的海外鏡子超高的 智姐怎麼會 給我這一檔看呢 因為我覺得揮答很棒 原來智姐想要買揮答 對想說幫投資人 因為我們可能不見得會去買美股吧 對啊 可是我們也可以透過投資台股ETF的方式 接下來其實有回答 原來智姐做節目都是為觀眾朋友小事在做 而且剛才我們一直在討論這一檔 我說這一檔這個00757真的很棒耶 因為他鎖定了10股喔 就是美國最好的股票 他的海外鏡子呢 創新高喔 是86.35 而且他的那個基金過敏喔 至少都超過百億是250億 而他的10檔呢 有第一檔呢 叫做特斯拉 欸我真的很喜歡 我老實說我最近一直買特斯拉上個月 我覺得他175 因為他一直在175 他有跌更多 買 為什麼 因為最近要降息了 你知道 美國降息特斯拉就會漲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欸降息大家就 美國人就有錢去借錢買車了啊 美國人買車子 沒有像台灣人用信心買的 是借錢可以買 所以他如果降 因為現在美國很多人說 就等那個美國央行降息 他們就要去買車了 買特斯拉了 欸所以我覺得特斯拉呢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也在裡面有將近10% 9.98% 他Amazon 就是亞馬遜喔 也是9.95% Meta啦 微軟 還有Snowflake 他是那個雲端大數據的 一個平台公司也很棒 叫雪花吧 蘋果網飛 輝達8.76% 還有博抗博通 博抗也是一個很好的股票 最近要分割 他1700多塊要分割 而且呢 博抗的好 為什麼他一直漲呢 我那時候看他200多 漲到1700多 突然的 暴衝到1000 因為輝達把他的那個 DSP跟他所有 跟GB200相關的機票都包了 所以博抗一直漲齁 你覺得這10檔都放在份裡面 你感覺上是什麼樣子 就是感覺目前最強最好的科技股 都被他買走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一檔喔 一次打包最強的 都在我的口袋裡 誰漲我都有 誰漲你都有 對啊 真的是很棒 而且我覺得這一檔比較好是 我有放在這邊 他涵蓋的產業是 剛才那10檔就已經涵蓋了像 半導體 還有電動車 還有AI數據 還有電子商務平台喔 還有金融產業 還有串流媒體都包含了 真的是 都是最先進的科技 那你覺得這檔應該要用定期定額去買嗎 還是單筆去買 我覺得要看大環境 如果以現在大環境 之前你覺得台股會再繼續漲嗎 我覺得短期應該有機會 個人感覺 對 短期有機會 這件事我們還是要靠數據嘛 那我覺得我最好的數據就是 誰漲我都有 我覺得只要看這個 AI概念股或者是出口值這些 剛才我有講到嗎 如果它一直成長 你就可以一直買 這長它會配息給我們嗎 然後不會配息 它就是禁止 它是賺價差的 因為我覺得美股 其實我有買會打 他們的利息真的 我跟你講很少 可能就是1%都不到 那如果這麼少的利息的話 他們0.幾% 那其實他們都是以價差 因為美國 像不管蘋果啊 Meta或是AMD這些 他們比較不配息是因為 一配錢給你 它股市股價往上成長空間就很少 還有一點我覺得 買美股比較好的就是 不用扣稅 如果自己老公很會賺錢 或自己賺了很多的話 可以買一些美股相關的ETF 像美債ETF也不用扣稅 都很棒的 可以避稅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買這個 Fan這一檔來參與科技的大行情 對 而且它的風險比較低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剛剛 社會姐也有問我說 覺得台股會不會繼續在漲嗎 確實現在景氣燈號 5月份的景氣燈要來到黃紅燈了 那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買股票的佈局應該要在藍燈買股票啊 然後紅燈數鈔票 現在已經黃紅燈了 是不是接近我們應該要來降低持股的時間到了 等待下一步行情再上車呢 我在這邊有跟大家講 我現在已經兩顆黃紅燈了 還沒到數鈔票 因為剛才自己也講紅燈數鈔票 黃任勳都說他有未來的輝煌十年 我覺得最近大家都覺得股價很高會害怕 不管是美股跟台股 那你也看到台灣的本益比也多了兩倍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式說 到底要不要數鈔票就是把它賣出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去看出口值 如果像我在這張圖上面有看到說 今年的出口值都比去年成長了15%到20%喔 那如果來看說 如果說欸 比如說我們現在每一個月像現在6月底嘛 然後像7月份 那通常在7月的8號9號的時候 經濟部就會公布6月份的出口值多少 那我們可以去比如說欸 可能過幾天大家看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趕快Google打6月份出口值 大家可以看6月份的出口值是 有沒有比去年6月還好 如果還持續成長 然後再看看出口的產業在這個 試聽跟網通方面是不是繼續在成長 那就還會繼續長 那再看這個出口值的時候 你一定要最重要最重要 你一定要看這一個 就是說它出口值有分分類喔 有分是電子零組件啊 集體電路還資通訊 或是塑膠化學這些 那在這麼多的產業鏈裡面 你會看到只有一檔只有一個產業叫做 資通與視聽產品 它成長了1到5月 成長了107.8%欸 我來畫一個星號為什麼呢 以外都是負成長啊 這只有這一欄呢是成長了107.8% 表示它1到5月就成長兩倍喔 那這一欄就是所謂的 黃泉勳概念股 AI概念股還有網通概念股 像中壘啊或者是智邦啊 智藝還有那個什麼 這個很多啊 他們都起雞 最近起雞也成長很多喔 所以呢我每次在看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會挑那個一直在成長的產業 那像以外的喔 塑膠啊化學礦產啊 電機啊 還有這個紡織類 他們如果是不成長我們就不要碰它 這超好用的 謝謝時惠姐 時惠姐今天呢 跟我們非常豐富的資訊 那我們就簡單來做個小結 如果呢你的第二檔ETF或存股想要選的話 或許呢你可以來選擇紅海 因為呢紅海已經證明了它的應有的價格 也看好在未來有希望可以繼續成長 或者是你也可以來選擇的是00929 因為呢買的都是很優質的科技股 過去的配息也持續的證明它有這種配息的實力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來選擇的是呢 統一Fan Plus 00757 因為你買到的都是全世界最強的科技股 在未來的科技黃金十年這個後續是可期的 而另外呢如果要來看到 欸我們現在是不是該下車了 台股是不是有點高了呢 所以而且認為我們來觀察的指標可以來看的是出口值 如果出口值有持續的增加的話 那麼呢台股應該還是健康可期的喔 以上資訊要提供給大家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再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志捷小字裡彈圖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